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透了人情冷暖 人情交往时难免要互相串门 年纪大的人在一起聚一聚 并不是坏事 可以互相照应 那些只会吃喝玩乐的朋友 与你而言没有益处 只会消耗你 那些居心叵测的朋友 只会让你伤神 那些虚情假意的朋友 只会把你算计利用 人老了就要学会远离这些损友 与其浪费时间精力来招待他们 不如把时间留给家人 好好陪伴真心相待的人 人到了一定年纪 要主动拒绝以下几种人来串门 否则到头来伤心难过的是自己 勃情人 何为勃情寡异的人 当他有求于你时 就好话说尽 只为利用你 而当你需要他时 却找借口疏远你 你风光无限好时 各种吹捧你 当你落魄了 对你落井下时 人走茶凉 如此勃情寡异人 真的没必要与之往来 与他们串门 纯属虚度大好光阴 现实中 有太多这样薄情寡异的人 因为你有利用价值才靠近 讨好你 热衷于你串门 也只是为了麻烦你 方便他自己 你若是拒绝一次 便忘记你之前所有的好 对你心生怨怼 与眼里只有利益的 薄情寡异的人交往 永远换不来真心相待 因为他们眼里 只有自己的利益 而所谓的情意 只是他利用你的幌子 趁早断绝 与薄情寡异的人往来 才免遭伤害 才不至于 倾尽所有后 换来失望寒心 不要因为抹不开 所谓的面子 害怕拒绝 而搭上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不要因为傻傻付出 活得太过随意 让他人随意践踏你的真心 有原则 有底线地活着 才最精彩 是非人 生活中不犯有这么一类人 到处搬弄他人的是非 乱嚼舌根 是他们的通病 这类人有明显的特点 就是爱计较 喜欢东家长西家短 若是看到他人的是非事 一定会到处宣扬 甚至是到处诋毁你 明明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最后被说成了 危机他人生活的大事 喜欢接人伤疤 嘲笑他人的缺陷 颠倒事件的黑白 是他们最爱做的事 这类人还见不得他人好 若是你与他们走得太近 他反而会对你造成不利 见不得你过得好 就会在背后议论你 诋毁你 这样的人一定要拒绝他的串门 人心难测 无法琢磨 还是保持圈子干净 让自己远离是非喧嚣 若是你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 不要去说破 不要去拆穿 还自己一片清静 不要与他往来便失 与是非人交往久了 可能也会被同化 甚至是招惹到是非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面对是非人 最好的做法是 敬而远之 无德人 有些人无品无德 专做坑蒙拐骗的事 没有道德底线 虚情假意 只为把他人利用 在他们眼里 只有利益最大化 总是想着占尽他人便宜 赢头小利也不放过 更甚的是 可以为了利益 抛弃昔日的好友 抛弃风雨同舟的妻子 不懂得感恩孝顺 不懂得珍惜 不懂得知足 一个人 若连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 未来的路一定会越走越窄 人品低劣的人 不会有人愿意靠近 更不会有人愿意合作 只会固步自封 落得无人问津的境地 远离那些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更不要与他们串门 与无德的人保持距离 方能心安踏实地活着 远离没有良心的人 道德底线没了 人品不好 不要期待他会真心待你 更不要想着他会在你落魄时 为你雪中送炭 人老了经不起折腾 更经不起人心凉薄的打击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 对自己负责 远离无效的社交 与其与无品无德的小人串门 不如多花时间充实自己 提升技能 或是风盈自身的精神世界 又养或是多花时间 陪陪自己的伴侣和家人 如此才是余生最好的交代 借钱人 莎士比亚说 不要借人钱 也不要问别人借钱 借人钱的结果 往往是人才两空 六十岁的人 留下一笔养老钱 真的不容易 就是儿女找你借钱 你都要推三阻四 别把自己的钱包掏空了 你以后想找儿女还钱 还要看儿媳和女婿的脸色 好难 俗话说 无事不登 三宝店 一些长期不交往的亲戚朋友 忽然找上门来 多半不是好事 在你没有退休的时候 有人找你 是冲着你的官位来的 希望你帮他解决问题 你退休了 有人来找你 也许是冲着你的钱才来的 借出去的钱 泼出去的水 真的要担心 如果你发现 有人找你借钱 还提着礼物来拜访你 你就要学会拒绝 起码你要和儿女商议一番 不要让自己的钱成为了糊涂账 人老了 没有赚钱的能力了 要是钱借出去了 收不回了 你向儿女讨钱 也会遭受白眼 日子不好过啊 爱说人 有的人喜欢说东家长西家短 把亲戏朋友之间的关系都抖落出来 还都添油加醋说出来 人老了 要少管闲事养精神 别卷入是是非非之中 比方说 你的邻居家里丢了一条狗 你并不知情 但是有知情人士到你家里来 把这件事告诉你 还说了很多猜忌的话 因此邻居就会认为 你和这件事有重大联系 甚至把你当成了偷狗贼 人与人的关系不好 很多时候是因为人的嘴不好 很多事情不知道比知道更好 别当长舌妇 别做传话人 别把闲言碎语当真 拒绝嘴巴多的人来串门 你就会耳根清静 少了很多麻烦事情 推销人 前天下午我居住的小区里 来了一个中年女人 上门推销一些保健品 中年女人说得神乎其神 似乎一片药丸 就可以让人变神仙 还好一个年轻人走过来 把中年女人赶走了 要不然肯定有老人上当受骗 这年头一些骗子 专门盯着老年人的钱袋子 让人防不胜防啊 人老了 不管别人来家里推销什么东西 你都要拒绝它 起码你要多长一个心眼 别轻易掏空自己的钱包 如果是熟人来推销东西 你也不要随便相信 有一种社会现象叫杀熟 也就是利用熟人好讲话的特点 向对方推销东西 打销顾虑之后狠狠地赚钱 比方说某样东西卖给陌生人是一块钱 卖给熟人却是两块钱 因为熟人更容易彼此信任 人老了都有一种长命富贵的想法 可是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两者相互矛盾 无法平衡 真正长命的人是心态好 真正富贵的人是心灵富有 别以为吃吃喝喝就会长寿 乱花钱就是富养自己 拒绝推销东西的人来串门 少花钱也会减少家庭矛盾 懒的人 我表姑的儿子小勇 自从大学毕业后 一直没有出去找工作 在家当啃老族 还嫌弃父母太穷 表姑常常问亲戚们抱怨 小勇太不听话了 太不争气了 亲戚们都劝表姑 要逼着小勇去打工 别一直拿钱给她 表姑说 我不拿钱给她 难道让她饿死街头啊 表姑养了一个巨婴 还花了不少钱 真的令人费解 人老了 千万别收留好吃懒做的人 不管他是谁 老年人不等于老好人 心善也要看对方是谁 救急不救穷 别把心穷的人 当成了家里的客人 总结 学会拒绝是人生的必修课 年轻的时候 为了养家糊口 不得不硬着头皮和人交往 但是人老了 应该懂得回归 更加在乎自己 当然 拒绝别人 要注意方式方法 不能过于生硬 要像打太极拳一样 委婉一些 但不留太多回旋的余地 不给别人很多的期待 人老了 如何安度晚年 应该靠自己 要努力留下家庭感情 养老的钱 还要鼓励晚辈 做有出息的人 一个家庭 一代更比一代强 才会越来越兴旺 老年人身体健康 自己口袋里有钱 身边有老伴照顾 年轻人才能够安心工作 年轻人混得好 才有赡养父母的能力 老年人才能得到更多的关怀 人生几十年 一环扣一环 别以为人老了 就百事不管了 对于串门的事情 还是慎重为好 让家庭成为温馨的港湾 就是留住了福气的源头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